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其实没有什么 实际的喜欢和不喜欢 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缘分 他来报恩 他来讨债 或者他来还恩情 他来还债 就是 有的时候 你看这个人就好像有演员 你就喜欢他 你愿意帮助他 那是因为 你可能他之前的时候 有帮助过你 你也不是那么 那么良善的人 那你比如说我 是啦 我们也都知道 人之初性本上 我们都相信这句话 可是事实上 我们对人是有差别的 就是同 就同时陌生的人 我们的对待方式 也都是有差别 我们 其实 也没那么良善啦 对人人都像孝敬父母一样 没有吧 那么 那为什么 有的人你就对他好 有的人 你对他好着好着的时候 你慢慢的 你觉得我不想对他好 其实 冥冥中的时候 人和人之间都有一种感觉 你还恩情 你还够了 你自然而然就走了 所以 明白了这个 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 他对我好 他对我不好 都一笑了之了 他对我好 还恩情罢了 他 对我不好 欠他的罢了 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永远要无愧于心 无愧于祖宗和后世 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都是感恩原谅 培养自己的性德 加油 加油